好,大家好,那么我们今天是2023年9月17号的晚上七点半,那么我们开始呢,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,那么关于我们的学习之前呢,一个哥们啊,问了个问题,什么问题呢,就是这样子的,来,关于我们的,关于我们的计算题的呀,关于我们的计算题的,有这么个问题啊,我们通过6,来,这样子,就比如说呀,假设我们的A工作呀, A工作是我们的一个呀,起点呢,是我们的起点,是我们的起点呢,我们到底A是我们从第几天开始呢,你们说是第零天开始,还是说第一天开始,来,你们说一下,刚才那个哥们问的是什么,题目说93页,95页,应该就是这个问题,是不是这样呢,我们A工作是我们的起点,那么你们告诉我,A是从第几天开始的,是零天还是第一天, 其实啊,这两个说法呢,都对呀,都对,为什么呢,让我们说第零天的话,它其实讲的是我们的,按照六标识来说的,那么说按我们的一的话呢,其实是按照我们的逻辑,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,对不对, 就比如说,你在平时,你对别人说,我们某某工作,第零天开始,别人可能能听得一嫩一嫩的,什么第零天呢,我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吗,没有这个说法是不是啊,好,其实这两个都对呀,都对,好,那么,如果你们不放心的话,你们可以在后面呢,做一个补充, 就比如说,我们A从第零天开始,括号,按照六标识这个说法来说,好吗,或者说,我们A从第一天开始,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说,这样子呢,可能会更加完善一些,更加没有奇异,好不好,好,这个意思啊,好,行了,那么关于我们这一块呢,我们就先说这么多, 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的学习,好,看到我们第一题,实施采购过程中,往往需要综合采用多种方法,来保证采购能够顺利进行,什么不属于实施采购过程中,需要用到的方法和技术,注意是我们的实施采购,A我们的投标能会议,B自制和外购分析,C独立估算,D采购谈判,好,这个题目选择, 什么呢,答案就是我们的B选项,我们自制和外购分析,它是我们做规划采购的一个工具,是不是啊,看我们本项目到底是自制,还是去采购啊,那么当然,关于我们的ACD分别是个什么意思,我们也是必须要续会的,好,然后第二题,它说,采购过程需要进行控制,以方简采购计划,与实施采购过程中的偏差,以相关于采购控制叙述中,什么是不正确, A,控制采购过程中,是买方需要做的,卖方不需要控制采购,这个A呢,一看就错了,是不是啊,为什么呢,我们多次的说过,我们控制采购是我们的双方都需要做的,是不是啊,所以我们双方都需要做控制采购啊,那么当然,关于我们的BCD,我们建议,我们也是需要去读一下的, 好吗,好,OK啊,我们控制采购,是管理采购的关系,监督合同的执行情况,并根据需要实施的变更,和采取纠正措施的过程,控制采购过程中,可通过计较评估,来预测卖方,未来项目执行的能力,还有,我们控制采购,也是需要进行我们的,财务的管理工作的, BCD,我们都可以读一下,补充一下,我们A,我们控制采购,是双方都需要做的,好,然后第三题,小王,作为某项目的项目经理,决定采用投标人会议的方式,来选择卖方,以下做法中,什么是正确的,A,限制参会者提问的次数,防止少数人问太多问题,这个地方重要吗,这个地方需要限制吗,我感觉不需要限制,没有这么一个要求,B, 防止参会者私下提问,那么对于我们的投标人会议,我们的踏刊项目现场,我们是个什么意思呢,我们都是啊,为了我们的潜在投标人,能够更加准确的了解我们的项目,我们需要举行的活动,来对我们的招标活动,做一个答疑的,是不是啊,我们必须要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呀,那么呢,我们这个B,我们确实是需要做的,我们必须要一视同仁,是不是啊,防止我们私下提问, 好,然后关于我们的C,小王不需要参加投标人会议,我们需不需要参加呢,还是需要参加的,然后D呢,设法获得每个参会者的机密信息,那是一个最基本的职业道德问题,我们不要,我们没有必要啊,对不对,好,总之,就是说,防止私下提问就可以了,要公开公平公正,好,然后第四题, 以下关于SOW的叙述中,什么是不正确的,A,SOW的内容主要包含服务范围,方法,假定工作量,变更管理,等等等等,这个好像呢,是不全的,但是呢,目前肯定是正确的,是不全的一样,好,OK,B,内部的SOW, SOW有时可以称为任务书,我们呢,这一个呢,是不是啊,我们必须要去满足这么一些要求,必须要有这样一些功能,那么呢,是一个任务书,其实也可以,是没问题的,正确的,C,我们这个变更,我们需要走流程,当然是没问题的,D,SOW SOW通过明确项目,应该完成的工作,来确定项目的范围,这个地方,我们应该是说反了的呀,在我们课本里面,我们有原文,我们是说,每个采购工作说明书,来自于项目的范围基准,就是我们什么意思呢,先有范围基准,然后才是有我们的SOW,它说反了呀,好,然后第五题,采购人员,按照什么的安排,实施采购活动, 我可以说,这个题目ABCD都对,但是我们必须要选一个,而且是只可以选一个,那么我们这样分析,我们按照计划来呗,不管是什么,都按照计划来呗,我们指量,按照我们的指量管理计划来,进度,按照我们的进度管理计划来,采购,按照我们的采购管理计划来,你这样去想就可以了,是不是啊,当然是D,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就行,好,然后第六题, 关于空置采购的描述,什么是不正确的,A,空置采购是管理采购关系,监督各种执行情况,并根据需要实施变更和采取纠正措施的过程,这不挺对的吗,好,B就错了呀,我们空置采购是买卖双方都需要做的,好,C和D呢,我们也可以去读一下, 空置采购过程中,还需要做我们的财务管理工作,对,确实有权,是与钱,是有关系的,D,空置采购,可以保证采购产品质量的一个控制,我们做空置采购,我们也当然需要做我们的质量的一个控制,看这个质量是不是合格的,如果不合格,我们是需要访工的,是不是啊,它可以保证质量的呀,好, 然后第七题,项目经理赵某负责公司的大数据分析平台项目,搭建该平台需要大规模的计算能力,经过市场调研,国内A公司可提供大规模的计算服务,赵某在编制项目的采购计划时,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,A,直接把A公司的大规模计算服务列入采购计划,这肯定是错的呀,我们肯定是需要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, 因此类似错的,好,B,将国际上最先进的高性能计算服务器列入采购计划,这当然也是错的呀,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最先进呢,是不是必须要最贵呢,像这都不是的呀,我们是什么呢,最适合本项目的呀,好吗,本最适合的还是最好的,是不是啊,好,OK呀,C,考虑项目管理计划,项目需求文档,活动成本估算等等输入,是不是啊, 我们当然需要考虑我们的计划呀,考虑需求啊,考虑钱啊,对不对,C,没问题,D,以A公司的采购政策和工作程序来作为我们的采购指导,请注意,这个A公司是我们的供应商哦,是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哦,不是我们自己公司哦,对不对,好,行了呀,这个题目应该是选择我们的C选项,可以说题是请点停了,简单的,好,然后第八题, 空置采购的输入没有什么呢,我们做空置采购,我们需不需要按照我们的,何鸿来呢,应该是需要的,我们需不需要我们的采购文件呢,当然也是需要的,好,这个B呀,这个什么意思呢,是我们结束采购之后,我们最后需要全部的做一个存档啊, 这个结束采购,它应该,不,我们的采购啊,采购档案应该是我们结束采购的一个输出,好吗,是我们后面的过程的一些输出啊,是我们最后需要全部的存档,这个一个档案这个意思,好,那么第九题,关于自制外购分析的描述,什么是不正确的, 因为我们有能力自行研究某种商品的情况下,也有可能需要外部采购,对不对呢,我们确实有能力做这么一个事情,但是我们呢,会很浪费时间,很麻烦,就比如说,我们这个考试,你不参加辅导班,可以吗,当然可以的呀, 只是呢,你会没有重点,你会很觉得很痛苦,很麻烦,是不是啊,是不是呢,好,OK啊,那么因此呢,BA啊,其实是对的呀,B,我们决定外购以后,需要进一步分析是购买还是租赁,好,那么这句话呢,我们其实也是正确的,大家可以读一下,补充一下,好吗,我们并不是说非要去买呀,是不是啊,我们其实租呢,或许也可以,是不是啊,好,然后关于我们的C,我们总价合同, 对于我们进行自制外购分析的过程,没有影响,好,我可以这么说呀,我可以这么说,合同类型对于我们规划采购都是有影响的,我们在规划采购的时候,就需要注意我们的合同的类型了呀,好,那么D,任何预算限制都可能影响自制外购的分析,我们呢,可能这个项目啊,资金很紧张,是不是啊,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很便宜的方案,还有呢,我们这个钱, 很多很多很多,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呢,不会去考虑什么自制外购分析呢,我就,反正我们钱很多,我们必须要保密,我们就是呢,自己做,是不是啊,这个钱呢,与我们到底是自己做,还是去买,肯定是有关系的呀,对不对,我举个例子吧,就比如说,我妈妈非常节约,她舍不得每天早上吃早餐,她必须要在家里做,是不是啊,像这就是个自制和外购的分析啊,对不对,好,行了呀, 那么答案就是我们的C,和同类型,对我们的规划采购,当然是有影响的呀,好,那么第十题,什么不属于控制采购过程的工具和技术,好,这个题目一看选什么呢,你们任何人都应该会做,为什么,因为这个A啊,工作绩效信息,它压根就不是一个工具, 它要么是输入,要么是输出,它是一个,不可能是工具,对不对,好,当然,关于我们这个过程到底有什么工具,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课本的原文,好不好,好,特别是我们的什么绩效审计啊,检查与审计啊,这个几个词的定义,还是可以去看一下,好,然后第十一题,自制外购分析过程中,当什么时,项目不应该从外部进行采购,自制成本高于外购, 我们可以是采购,我们与别的项目有资源冲突,我们没有资源,我们可以去采购,我们的人员,我们人员不行,我们当然也可以去采购,是不是,去采购,好,那么什么,什么呢,应该是我们的C,我们的,这个呀,是保密的时候,我们保密,不要让别人知道,是不是,好,OK啊,好,那么第十二题,关于采购谈判的描述,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采购谈判过程中,以买卖双方签署文件为结束的标志,这不很正确吗,我们谈,谈,谈,我们的语文文,我们的语尾文,没有谈轴,但是我们最后呢,终于,我们呢,签了一个,我们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,我们签署了一个合同,这个时候,我们就可以去结束了,是不是,好,我们谈判最后呢,达成一致意见, 签署文件,好,然后,B,项目经理应该是我们的主谈人吗,那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课本的原文,看是不是必须是主谈人,注意,按照我们的原文,我们是说,项目经理可以是主谈人,注意,只是可以,而不是应该,不是必须啊,好,C,项目团队可以列席参加,注意,我们也只是可以的参加,并不是必须列席参加, 也不是必须要给澄清了,好,D,项目合同,项目文,不啊,我们D啊,合同,合同文本的最终版本,应该反映所达成的一个协议,这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,是不是,我们呢,有哪些意见,我们在最后,我们的一个合同里面做一个说明,这不挺对的吗,好,然后,第13题,这个题目应该是个原题,我们说过,2000年下半年,有很多原题,就是因为我们的疫情, 然后呢,我们呢,很简单,第14题,好像也应该是一个原题,好,第15题,关于控制采购过程的工具和技术的描述,什么是不正确的,A,合同变更控制系统,应该与整体的,整体啊,整体的变更控制系统整合起来,注意,我们当然是正确的呀,只要是我们的变更,我们这个地方都应该是一样的,好吗, B,检查与审计的作用是,验证卖方工作过程,或者可交付成果,对合同的遵守程度,是不是呢,就是说,看你们是不是有没有认真,让照我们的合同来做,是不是啊,还有呢,你这个产品是不是满足我们的要求的,这个意思,是不是啊,好,C,我们绩效审查的目标,在于发现纽约情况的好坏, 这不也是挺对的吗,做一个技巧审查,是不是啊,好,然后,第一啊,诉诸法律是解决所有索赔和争议的选选方法,这肯定不对呀,是不是啊,我们应该呢,是我们的谈判啦,谈判,是不是啊,好,OK,那么第十六题,实施采购过程的输入,我们有什么呢, 既然是输入,我感觉这个题目,当然应该是我,哦,是包含的,注意啊,是包含啦,是包含,那么应该是我们的A呀,应该是我们的A,是我们的采购工作说明书,是不是啊,好,那么关于我们呢,别的呀,应该是输出,是不是啊,是输出啊,反正,这肯定啊,肯定A是的呀,肯定A是的,我们呢,必须要按照我们的, 这个采购的公主说明书,来实施采购,我们到底需要什么,是不是啊,然后按照它来采购,当然肯定是A呀,好吗,好,那么关于我们别的几个呢,什么输出,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,好,然后第十七题,关于采购谈判的描述,什么是不正确的,A,采购谈判过程,以买卖双方签署文件为结束标志,这不挺正确的吗,B,项目经理可以不是主谈N, 这不也是挺正确的吗,C,贺同谈判期间,项目管理团队必须做澄清,刚才我就说过的,我们并不是必须澄清,我们是可以澄清,而不是必须澄清,是不是啊,好,D, 对于简单的采购事项,只需要卖方的接受,而不用漫长的盘盘,是不是呢,就比如说呀,我现在去我们的网上啊,找别人买两个呀,我们的U盘啊,两个U盘很便宜的,我就说,老板,你能不能给我提前发顺风, 本来那是莫格纳放我们的,运达的,我就说,给我发顺风,老板说行,没问题,好,于是啊,就可以了,好吗,就不需要,我们只要卖方的接受,就行了,就不需要漫长的一个谈判,是不是啊,好, 第十八题,结束采购的结果,没有什么呢,这个题目,好,来,你们必须要明白,采购文件是什么,那么这个采购文件呢,采购文件呢, 其实呢,它在我们的书上啊,既可以表示,我们的买方写的招标文件,类似的,也可以表明什么呢, 我们最后啊,我们最后呢,就是说呢,我们呢,以我们这个供应商提交的,这一个呀,建议书, 上这些其实都是,统称为,采购相关的文件,好吗,但是呢,那是怎么说呀,怎么说呢, 其实如果我们非,就是我,其实我建议呀,当然是我的建议,我们这个采购文件呢, 其实指的是我们的买方的招标文件,会好一些,然后建议书呢,就是我们卖方的投标文件,会稍微的好一些,好吗, 这样子呢,就分得更加细一点了,那么其实呢,其实就是说,这个采购文件, 也可以理解为采购的全部的文件,都是可以的,好吗,好,这个题目答案应该是B呀, 采购文件,它应该是我们的输入,反正肯定是输入,好吗,好,然后第十九题, 什么不属于编制采购计划的输入,好,这个题目我们选什么呢, 这个题目呢,说实话,这个题目,这个D呀,这个D呢,我们RSOW是不是, 其实我个人感觉呢,最好把它改为啊,采购工作说明书,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, 采购工作说明书会更加的好一些,是不是啊,就是我们采购RSOW啊, 会更加的好一些,好,OK,行呢,不管它吧,好,然后第十题, 关于实施采购过程中常用的工具和技术的描述,什么是不正确的,好, A,投标人会议上所有潜在的供应商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,这不很对吗, 那在我们说过的必须要公开公平公正,是不是啊,都必须要同等对待,好, B,卖方建议书必须通过建议书评价技术进行我们的评价,好, C,采购组织能够对采购成本,以进行独立估算,以检查卖方建议书的报价, D,大多数政府采购,大多数政府机构要求政府合同必须做公告, 好,这个题目选什么呢,它要我们选择一个错的呀,错的, 这个答案呢,应该是我们的B呀,应该是B,不是,不是啊,不是任何一个我们的建议书, 我们都必须通过这个评审技术的,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课本的原文, 课本里面也说了呀,应该是说对于复杂的项目啊,对于复杂的项目, 我们才可能需要这样子,好吗,我们很多,或许就是满足我们参数我们最低价中标, 低于成本的除外就行了,就只看价格,是不是啊,并不是说需要评价技术了,好吗, 我们课本的原文啊,大部分来说是需要的,一般来说是需要,但是不是都需要, 好,那么这个C啊,C我们当然可以啊,我们对于一个采购, 我们自己心里有一个价位啊,我们有一个独立估算,来看你们的报价建议书, 看你们的报价怎么样,是不是啊,还有这个D啊,D, 那么有人说D错了呀,不是我们的大部分项目,应该是全部的项目, 注意这也不对啊,为什么呢,我们有很多政府项目是射密的, 这个射密项目我们就不需要公告啊,不需要公告,好吗, 所以我们课本原文也只是说的是大部分,而不是全部的呀, 好,那么第二题,当然应该是我们的B选项, 好,然后第二题,什么不是编制采购管理计划的输入, 这个题目应该非常简单,选什么呢, 答案是我们的D,是不是啊,这个D呢,应该是我们的输出啊, 是输出,是不是啊,是输出啊,第二十六题, 关于编制采购管理计划过程的描述正确的是什么, A,在进行自制外购分析时, 有能力自制的,这完全不用考虑外购, 我们还是可能需要考虑,还是需要考虑,是不是啊, 我虽然自己有能力做,但是我去买呢, 可能更加方便,更加便宜,是不是啊, 还是需要考虑的呀,好, 那么B,编制采购管理计划时, 需要考虑采购工作说明书和干洗人登记册, 你们说对不对,那么你就看啦, 你就看,我们的采购工作说明书和干洗人登记册, 是不是我们的输入不就行了吗, 你们可以发现, 采购工作说明书应该是我们的输出, 而不应该是我们的输入,是不是啊, 好,C,我们市场调研,包含考察行业情况和潜在供应商的能力, 我感觉这应该很对吧,很对吧,是不是啊, 好,然后D,调研充分时, 不需要与潜在投标人进行我们的会议交流, 难道我们呢,因为调研很充分呢, 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会议交流了吗, 嗯,这个D,这个是不是必须的呀, 难道因为我们调研很充分, 所以我们就肯定不需要交流了吗, 那肯定也不对呀,是不是啊, 好, 好,第23题, 什么不属于结束采购时使用的工具和技术, 这个题目应该非常简单啊, 答案是什么呀, 嗯, 结束采购时的工具和技术, 我们采购应该是采购估算, 是不是啊,采购估算嘛, 我们这个, 我们有采购估算这个说法吗, 应该就是我们成本估算吧, 是不是啊, 有采购估算这个说法吗, 我没有听说过呀, 我只知道成本估算是不是啊, 嗯, 是不是啊, 我们做成本估算了, 好吗, 好,第23题, 我们关于采购谈判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好, 这个答案不就是A了吗, 是不是啊, 好, BCD啊, 我们可以去读一下, 好吗, A不是必须的, A是可以啊, 好, BCD读一下, 对于复杂的采购事项, 我们谈判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过程, 对于简单的采购事项, 可以采用固定的条款和条件, 我们最终合同一般是买方和卖方讨价还价的一个结果, 这不都很对吗, 是不是啊, 我们谈判可以独立进行, 我们这个事情很简单, 你就按照我们固定的条款来就行了, 还有呢, 我们讨价还价, 最后签一个合同, 这不挺对的吗, 好, 第25题, 关于控制采购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好, 这个呢, A, 保证合同的有效执行, 是买方控制采购过程的主要目标之一, 好像呢, 似乎暂时不错呀, 暂时不错吧, 暂时不错, 好, OK, B, 在控制采购过程中, 需要进行财务管理工作, 监督对卖方的付款, 这应该是很对的呀, 很对的, 好, C, 项目执行组织, 要督处供应商, 暂时提供产品和服务, 保证项目的工期, 这也不是很, 这也很正确呀, 很正确呀, D, 控制采购, 就是确保买方, 可以按照同条款去执行, 好, 这个题目呢, 答案应该是我们的D选项啊, 答案是D选项, 好吗, 你选A吗, 答案不是D吗, 要你选择一个不正确的呀, 选择不正确是D呀, 为什么A, 好, 注意A呀, 别人都说呢, 是之一呀, 是之一好吗, A虽然你看在A呀, A我虽然打了个问号, 有点小问题, 但是呢, 他其实问的是之一, 是之一呀, A就你看D呀这, 控制采购过程, 就是确保买方, 可以按照同条款去执行, 那卖方呢, 那卖方呢, 只有买方吧, 那卖方呢, 那卖方呢, 是不是啊, 好, OK啊, D是肯定不全的, 跟我们的A, 之一就救了我们了, 之一就救了我们, 好吗, 然后D是肯定不全的, 就是, 就是, 是不是的, 好, 新冷呢, 这25个题目, 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, 来, 这25个题目, 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, 第二十个题, 第二十个题, 好, 来呀, 我们哪, 有能力自己做, 就完全不用考虑外购了吗, 虽然我有能力自己做, 但是我们可能更加外购, 更加便宜一些, 是不是啊, 因此我们A是错误的, B, 采购工作说明书, 是编制采购计划的输出, 因此B是错误的, 好, 我们C, 我们市场调研, 我们需要考察行业情况, 什么的, 这没问题, 正确的, D, 调研充分时, 不需要与潜在投标人, 进行我们的会议交流呢, 我就不明白, 这两个有没有必然的联系, 好吗, 我调研非常充分, 难道我就一定不需要与投标人进行交流吗, 会, 好, 那, 那这样子呢, 你看这, 我们呢, 我们, 我们呢, 与潜在投标人进行会议交流, 好像你可以就啊, 理解为我们的投标人会议啊, 就可以理解为投标人会议, 好, 来, 现在我们对这个项目非常调研充分, 那那就肯定不需要做投标人会议吗, 我, 我是调研充分的, 但是我们投标人, 他看我们的招标文件,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啊, 他有疑问啊, 他要问啊, 是不是啊, 这两个没有必然联系吧, 好, 第25题的币啊, 第25题的币, 监督对啊, 监督对卖方的付款呢, 是啊, 我们甲方对我们卖, 我们买方对卖方的付款, 那都不挺对的吗, 好, 第48题采购, 第48题采购文件和我们的采购档案, 是不是啊, 采购档案就是我们整个过程全部的存档啊, 存档, 那么什么是采购文件, 但是我今天还特别给你们解释过的, 其实非常,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, 我建议最好的采购文件的意思, 就是我们的买方写的, 好吗, 就是在我们的规划采购这个过程的输出里面写的采购文件, 这个意思, 就是我们买方写的招标文件, 这些东西, 那么其实呢, 其实啊, 我们呢, 我们呢, 也可以认为啊, 也可以认为我们的卖方建议书, 它也是我们的采购文件, 我们就是说, 我们的采购过程的文件, 都是我们的采购文件, 好吗, 这个, 你这个一个是比较粗的一个解采, 一个比较细的解采, 其实我是比较偏向于我们比较细的解采的, 采购文件就是我们买方写的, 建议书就是我们买方写的, 好吗, 好, 第20题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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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呢, 同等对待, 这不很正确吗, 我们毕业, 我让他说了呀, 不是必须呀, 我们是大多数项目啊, 我是对于, 我们原文啊, 原文是对于我们复杂的项目才需要啊, 不是任何一个项目啊, 然后呢, 我们这个谁, 我们是可以啊, 是可以啊, 是可以, 我们自己来评价一下你们的报价准不准啊, 还有这个D呢, 我们不是任何一个项目啊, 为什么呢, 可能有项目是神秘的呀, 是不是呢, 好, 行了, 一般来说需要公告, 但是不是任何项目, 因为还有部分项目是神秘的项目,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原子弹, 我会公告, 我来告诉你们, 不会的, 好呢, 好呢, 还有问题没有, 其实你们可以发现, 凡是让你们感觉很郁闷的地方, 什么因啊, 必须啊, 大多数啊, 全部啊, 必须啊, 像这一些, 在我们的书上应该都是有原文的, 有原文的, 好吗, 第四五题选什么, 选择我们的B呀, 选择B呀, 第四五题选择B好吗, 不是必须, 是复杂的, 这个D是大部分是正确的, 而不是全部的, 是大部分, 是大部分不是全部的, 因此D是正确的, B要选择错误的, 好吗, 好, 现在我们就看下面来呀, 来, 看我们的配置管理呀, 好, 那么关于我们配置管理, 第一题呢, 你们有兴趣啊, 读一下, 没有兴趣呢, 就算了, 好吗, 第一题我们应该是选什么, 他说呀, 配置管理和我们的变更管理, 什么整体是D呀, 什么R呀, 整体是D, 第二题, 答案是D吗, 第二题, 第二十五题, 第二十五题, 第二十五题答案是A呀, 第二十五题答案是A呀, A错了呀, A错了呀, 不, 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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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第一十五题啊, 第一十五题答案是D呀, 答案是D呀, 第一十五题答案是D呀, 那是正确的呀, 那是正确的呀, 为什么呢, 保, 来, 买的整体, 舒适D对呀, 别人要你选择不正确的, 答案是D, D是错的呀, 控制采购过程, 就是确保买方, 按照合同去执行, 按照卖方呢, 卖方呢, 卖方呢, 不可能卖方的吗, 因此D错了呀, 当然就是D呀, 那么A哪里, 有A呢, A, 保证合同的有效执行, 是买方控制采购的主要目标之一, 注意, 我们只是之一, 我没有说就是他, 我只是说是之一, 是之一, 好吗, 懂得没有, A是正确的, A只是有一个之一就救了我们, 好行呢, D是错的, 你们那搞的, 你们比我都, 你们搞的有这么云妈头, 好呢, 道理是要选正确的, 还是选错误的, 看清楚好不好, 特别是你们考试的时候, 你们一定要注意的呀, 好, 那么看我们的这一块呀, 第一题, 第一题关于我们的这个配置管理, 配置管理这个地方呢, 第一题你们会就会, 不会就算了呀, 我个人建议可以算了好吗, 答案是A呀, 他说我们这个配置管理和变更管理相比较啊, 我们配置管理重点关注什么呢, 一个什么匹配, 一个版本啊, 一个匹配是不是啊, 好, 读一下就行了, 不会无所谓的, 第二题, 配置项的状态可以分为, 草稿, 正式和修改, 这个是课本的原文, 非常简单, 这个图我们也是必须会的, 是不是啊, 好, 那么第三题, 我们呢, 配置控制与变更, 包含着几个重要的任务, 变更申请, 变更评估, 通报评估结果, 变更实施, 变更验证与确认发布等等, 其中变更实施的主要负责人是什么呢, 好,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题目啊, 有一个一啊, 注意, 我是假设, 假设有个一, 我们的开放人员, 开放人员, 来, 你们选什么, 注意, 假设有个一, 你们选什么, 是选择我们的项目经历, 还是我们的开放人员, 好, 那么我们选什么呢, 负责人啊, 这个负责人呢, 我们还是应该是选择B啊, 你的B, 是负责人, 是负责的, 是负责的, 好吗, 还是应该是B, 好吗, 开放人员是具体实施的, 对不对, 你们有没有感觉, 这个科目很难啊, 难在哪里啊, 你们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感觉呢, 语文很重要啊, 感觉语文很重要是不是啊, 和别人抬杠是不是啊, 嗯, 好, 所以很多时候, 所以你们也应该发现了, 我就说你们看原文, 不要多想就看原文了, 按照原文来, 不挺好的吗, 这样就不用你去多做一个纠结呢, 是不是啊, 好, 然后呢, 这个题目必须会吧, 这什么必须会啊, 这个题目很容易啊, 那这个考点必须必须会的, 好吗, 好, 这是我们产品库, 受控库, 开发库, 这里是我们的复制, 这里是我们的减出, 这里是减入, 这里是我们的更新, 是不是啊, 好, 那么第五题, 我们编写配置管理计划, 识别配置项, 是什么的职责, 非常简单, 是我们的什么呀, 什么呀, CMO, 是不是啊, CMO的呀, 好, 第六题, 这个题目也必须必须必须会的呀, 好, 他说, 配置库可用来存防配置项, 并记录与配置项相关的所有信息, 是配置管理的有力工具, 根据配置库的发分, 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某个阶段工作结束时的基线, 应该存入什么呢, 你们看, 这是不是课本的原文, 是不是啊, 某个阶段结束时的基线, 应该放在什么呀, 我们的受控库, 然后我们完成了系统测试之后, 等待交付用户, 什么呀, 我们的产品库, 产品库, 是不是啊, 因此答案应该是B和C, 必须会啊, 好, 然后第七题, 某软件项目进行到测试阶段时, 发现概要设计中有一处错误, 因此要进行修改, 以下配置项中不会受到影响的是什么, 你要做这个题目呢, 就必须要明白我们的软件开发的过程是什么, 我们首先是注意, 我们是先做我们的需求规格说明书, 然后第二步做我们的概要设计, 第三步做详细设计, 然后我们什么, 第四步写程序代码, 还有呢, 我们第五步做测试, 做测试这一块, 是不是啊, 好, 那么现在我们是第二步的东西需要改了, 那么你们说, 我们的第一步的东西会不会被影响, 你们告诉我, 是因为第二步有错误需要改, 那么我们的第一步的东西会不会被影响, 会不会改, 你们自己说, 按照我们的顺序, 我们分别是需求规格, 概要设计, 详细设计, 编码和测试, 现在我们是第二步出错了, 我们需要改它, 那么我们第一步肯定不受影响呗, 肯定是在我们之后的过程才受影响呗, 在我们之前的过程就不受影响呗, 是这个意思啊, 第八题, 项目验收时, 发现项目经理签字确认的需求规格说明书, 纸质文档内容, 与配置服务器上的产品库, 同一文档内容不一致, 最有可能是我们在审某的执行上出现的问题, 我们电子版和纸质版那内容不一致, 什么问题呢, 就是我们文档管理出错了, 是不是啊, 文档管理出错了呀, 好, 如果对这个题目还很陌生的话, 很简单, 麻烦你们去把课本里面, 这四个名词, 每个名词是个什么, 定义去反复的读就可以了, 好吗, 文档是必须会的, 好不好, 好, 那么第九题非常简单, 2.13正在修改, 好, 那么第十题和第八题是一个意思, 来, 在我们开发人员编写程序时, 程序的开始而用统一的格式, 包含程序的名称, 程序的功能, 调用和被调用的程序, 程序设计人等信息, 这体现了信息文档管理的, 什么呢, 好, 如果感觉很陌生的话, 还是请把那个地方, 我们说的去读一下, 读了之后应该没问题了呀, 应该是我们的书写方面, 是书写呀, 好, 然后我们第十一题, 配置库的建库模式有多种, 在产品继承型较强, 工具比较单一, 适用于并行开发的组织, 我们一般采用什么呢, 这也是课本的原文了, 我们有两种类型, 一个是按照我们的分类建库, 一个是按照我们的开发任务建库, 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当作小说, 去稍微的读一下就行了呀, 那么关于我们的继承性强, 单一, 并行开发, 我们应该是什么呀, 应该是我们的类型, 按照我们分类建库, 好吗, 还是可以去稍微的读一下, 好不好, 当然呢, 如果你真的感觉区分不了, 这个也没有必要太焦虑吧, 好不好, 那么按照我们的呀, 这个什么, 按照我们的任务, 按照我们的任务建库呢, 应该是我们什么, 专业软件的开发, 我们是线形, 是线形为主, 是不是啊, 好, 第十个题啊, 关于配置管理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 我们配置管理计划, 需要配置管理计划, 这顶时需要了解组织结构环境, 和组织单元之间的联系, 这应该是不错的, 好, B, 配置标识, 包含识别配置项, 并为其建立基线的内容, 好, 我们也应该还行吧, C, 配置状态报告, 应该着重反映当前, 线形配置的状态, 这很对的, 我们念过的, D, 功能配置审计, 是审计我们的审谋心, 这个题目, 你们肯定都会了呀, 必须必须必须会, 把我们的功能配置审计, 和物理配置审计, 我们必须要区分的很详细, 很清楚, 对不对, 好, 第十三题, 第十三题这个题目呢, 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考了, 当然也是课本的原文, 你们会就会, 不会就算了呀, 我们有三类文档, 我们一个是描述我们的开发过程的开发文档, 一个是描述我们的开发的产品产物的产品文档, 另外一个是我们做项目管理的管理文档, 好吗, 那么关于我们的保证计划, 按照我们课本的原文, 应该是我们的开发文档吗, 可以了解一下, 不会也行, 无所谓的, 好, 那么第十四题, 关于配置库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 开发库, 用于保存开发人员, 当前正在开发的配置项, 这不挺对的吗, B, 受控库, 包含当前的基线, 及对基线的变更, 这不也挺正确的吗, 是产品库, 包含已发布的使用的各种基线, 这也不挺正确的吗, D, 开发库, 是开发人员的各种工作区, 这不挺正确的吗, 由开发人员自行控制, D的前半句话是正确的, 后半句话错了, 由开发人员自行控制, 好, 然后第十五题, 在审查项目需求规格说明苏时, 发现该文档编号混乱, 建立什么解决上述问题, 好, 这个题目呢, 说实话也非常简单, 我们给了我们的四个, 只要你排除一个就行了, 这个地方肯定与我们的加密, 没有什么联系, 好, 那么第十六题, 研发人员应将正在研发调试的模块, 元素和数据元素存入到什么库呢, 你看什么库啊, 研发人员正在调试的呀, 正在研发调试, 有种选择是C, 哥们你确定是C吗, 研发人员将正在研发调试, 正在研发调试是研发人员了, 因此呢, 放在我们的正在工作的产品, 用的产品库, 不是, 我们正在用的一些产物, 正在用的使用的应该是我们的产品, 应该是我们的呀, 开发库是我们的开发库, 正在开发使用的是不是, 好, 开发库, 三个库啊, 好, 分别放什么, 好, 那么第十七题, 关于配置管理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 所有配置项的权限, 由C额母钩严格管理, 当然很正确, B, 配置项的状态分为炒稿和正式, 还有正在修改, C, 我们的配置基线由一组配置项组成, 这些配置项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逻辑实体, 配置项可以分为开发库, 受控库和产品库, 当然应该是我们的B选项, 另外三个都可以读一下, 应该是草稿正式正在修改, 那么第十八题, 什么不属于发布管理与交付活动的工作内容, 我们有什么复制啊, 存储啊, 打包啊, 重建啊, 什么交付啊, 是不是啊, 但是肯定没有什么减入啊, 没有什么减入啊, 减入减出, 还有什么复制我们的这个呢, 更新, 使我们做变更的这一块的, 是不是啊, 好, OK, 那么第十九题, 这个题目呢, 好像错了很, 当然就是A了呀, 配置项的状态分为草稿, 这不是, 这是不是原题啊, 原题啊, 第十九题是原题, 第二十题也是原题, 对不对, 好, 前面二十个题目, 有问题的说一下题号和选项吧, 前面二十个题目, 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, 前面二十个题目, 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, 如果没有我就过了, 好, 先过呀, 先过哈, 第二十一题, 关于配置管理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 配置项通过评审以后, 其状态变为了正式很正确, 好, 这答案就是B了呀, 配置项第一次成为正式文件时, 版本号为1.0, C, 所有配置项都应该按照相关规定统一编号, 一个产品可以有多个基线, 也可以只有一个基线, 别的选项都可以去读一下吧, 好, 然后第二十二题, 关于发布管理和交付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 应该将正本和副本存储在同一受控掌索, 以减少丢失的风险, 那么我们到底是正本和副本在一起, 还是不在一起呢, 肯定是不在一起呀, 对不对, 就比如说, 我们假设我们的一个磁盘放在了我们的东京, 那么我们的一个磁盘在我们的武汉, 就算我们东京被毁灭了, 我们都是没有影响的, 为什么呢, 因为另外一个磁盘, 备份的磁盘在我们的武汉, 我们数据可以再恢复出来使用, 都是可以的, 是不是, 我们不要在一起呀, 要分开了呀, 好吗, 好, 因此答案就是A了呀, BCD我们都可以去读一下吧, 好吗, 我们应该准, 应该确保发布用的戒指不含无关像, 我们应在虚方容易辨论的地方, 清楚的标识出我们的发布标识, 还有应该能够重建软件的环境, 你确保发布的配置项, 在所保留的先前版本要求的未来一段时间内, 是可以重新配置的, 可以重新搭建, 重新配置, 好, 然后第23题, 深末活动要为识别的配置项, 及其版本建立一个极限, 好, 这个题目呢, 怎么说呢, 其实前面那, 有一个选项, 谈到这句话呢, 好吗, 那么这个题目呢, 这个题目说简单的就很简单了, 说难呢, 也很难, 为什么呢, 这个题目啊, 其实在我们的软件配置, 在我们的软件的配置标识里面, 是有什么识别配置项, 和这个呢, 建立极限的这些内容呢, 是有的, 应该是七步吧, 配置, 软件配置标识, 是不是七步啊, 好像是七步啊, 它就写呢, 由我们的这个题杆的内容, 好, 这呢, 是一种做法, 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呢, 你就是啊, 这ABCD, 每一个是个什么意思啊, 就比如说, 什么我们的配置标识, 大致上是干什么, 我们需要发布, 还有呢, 我们需要做配置控制, 我们需要呢, 是不是给一个状态报告, 你把我们的ABCD呢, 这四个名词分别干什么, 你一个大致的认识的话, 这个题目也可以能够做, 好吗, 就是说, 既可以去实际, 是写来的, 也可以呢, 这样去通过词的定义, 去判断一下, 也是可以做的, 好不好, 答案是我们的A啊, 好, 第24题, 这个题目肯定不需要我讲啊, 我们肯定是什么呀, 肯定是4124, 是不是啊, 这个简, 4123啊, 4123, 4123, 这个简单吧, 这个图必须必须, 必须会啊, 然后, 我们第25题, 这是不是课本的原文呢, 什么是我们的有效性呢, 什么是有效性呢, 当然审计啊, 是不是啊, 审计, 你们自己可以, 扪心自问, 在我们的课本里面, 有多次出现, 什么审计, 什么有效性, 这么几个词呢, 好吗, 第一个是六题, 软件配置管理, 关注什么呢, 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变更啊, 当然是A, 去读一下就新了, 软件配置管理, 关注的是, 软件生命周期中的变更, 好, 第二个是七题, 0.68, 一看到0, 选什么呢, 是不是啊, 就是我们的炒稿啊, 好, 第二个是八题, 关于配置审计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 配置审计的实施, 是为了确保, 项目配置管理的有效性, 这不挺对的吗, 好, B, 功能配置审计, 需要验证, 配置项的开发, 有没有圆满的完成, C, 功能配置审计, 需要验证, 要交付的配置项, 是不是存在的, 是不是存在的, 我们到底是什么, 好吗, 还有D, 好, 来, 如果你这个题目不会的话, 我也不想告诉你答案是什么, 麻烦你去把我们的功能配置审计, 物理配置审计, 去反复的读, 必须要读, 读了, 之后自然会了, 好吗, 好, 第29题非常简单, 当然一读就行了呀, 所有操作, 所有配置, 所有配置用的操作权限, 由C, 额, 额, 严格管理, 好, 第30题, 什么可以确保, 存储介质的完整性, 这个题目啊, 是完整性, 是完整性, 没有被删除, 没有被修改, 应该是D, 当然是D啊, 第30题啊, 当然是D, 其实你们可以发现了, 这个题目呢, ABCD, 它都是课本的原文, 你们知道吗, 但是这个题目, 凭什么选择D呢, 来, 麻烦你们告诉我, 这个题目, ABCD, 竟然都是课本的原文, 为什么要选择D, 你们可以告诉一下我, 好吗, 来, 给我说一下, 哪一个是我们的关键点, 是根据哪一个, 哪几个字来做的, 原来是存储, 原来是存储, 干嘛是存储吗, 是存储吗, 应该是根据我们的呀, 根据我们的完整性了, 应该是完整性这么几个词的呀, 不应该被删除, 不应该被修改, 好吗, 如果改了之后, 都能够发现, 好吗, 好, 那这样子吧, 这样子, A是干嘛的, B是干嘛的, C是干嘛的, 你们也可以都去读一下, 都去读一下, 好吗, 好, OK啊, 好不好, 这四句话都是课本的原文, 都是证据, 那这样吧, 我们把题目说来, 来来来来, 把题目说来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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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一下, 来, 把题目说来, 翻一下来, 翻到我们的502面那, 翻到502面, 翻到502面, 502面这, 我们呢, 有什么存储, 复制, 打包和交付重建, 我们这个A啊, 确保发布用的戒指, 不含无关像, 应该是我们复制的内容, 是不是啊, 用来呢, 什么什么的, 好, 然后这个B啊, B呢, 我们也是打包的呀, 是打包里面的东西, 打包的, 那么这个C呢, 也是我们打包这一块的内容, 是不是啊, 还有什么呀, 我们的交付, 还有重建, 还有存储的一块, 都可以去看一下, 好吗, 好, 然后呢, 我们来看到啊, 我们的第31题, 第31题这个题目, 说实话, 我不是很会做到这个题目, 他说呀, 摸软件的配置库结构如下图, 产品需求在我们的Mustle上实现, 软件整体完成以后, 拉出儿时儿时分支, 修复严重问题, 并发布我们的最终的产品, 这儿时儿时为我们的什么, 这个题目呢, 我猜呀, 我猜呢, 应该是我们的产品库, 但是这个题目有这么简单吗, 其实我不是很确定了, 这个题目我并不是很确定, 当然是我们的产品库吧, 好不好, 有人说, 对呀, 这就是什么, 并发布最终版本呢, 并发布最终的软件呢, 这不就是产品了吗, 对, 我也知道, 但是, 我觉得呀, 太简单了, 还反而感觉不是很确定了呀, 好, 那这样子吧, 这个题目你们会, 就会, 不会, 也没有必要管它呀, 没有必要管它, 好吗, 这个题目可以不用管它, 可以不用管它呀, 好, 来看第32题呀, 第32题这个题目呢, 我感觉也很奇怪呀, 来看看那, 好, 他说, 小张和小王同时分别处理一个软件项目的两个不同的故障, 两个人的修改涉及到同一个软件部件额使, 两个人的操作分别为, 好, OK呀, 来, 这个题目呢, 通过我们的排除法呀, 可以做, 好吗, 通过排除法可以做, 他说呀, 来, 你看呢, 我们呢, 圆圈一式小张, 从软件受控库中更新额使的原代码到我们的本地开发库, 来, 这样子吧, 我们这个图啊, 这个图还记得吧, 好, 来,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, 这是第二步, 这是第三步, 这是第四步, 请问这个圆圈一, 得的是我们的哪里呀, 这, 小张从软件受控库更新额使的原代码到本地开发库, 应该讲的是我们的奥特, 是我们的切合奥特, 是我们的减出是不是, 好, 是我们的减出啊, 好, 然后小张在本地开发库修复我们的故障一, 好, 挺好的, 好, 然后小张将修复提交到软件受控库, 我们呢, 再把它做一个呀, 提交, 就是我们的减入是不是, 减入是不是啊, 好, OK啊, 很好的, 好, OK, 来, 好, 来呀, 其实我感觉这个题目答案是什么呢, 就是一, 二, 三, 四, 五, 六, 就是这, 挺好的, 好, 我们一看呢, 好像没有一, 二, 三, 四, 五, 六这个选项啊, 好, 来, 先不管它吧, 来, 我们来看我们的A啊, 圆圈一, 圆圈四, 请问圆圈一之后是圆圈四, 这现实不现实, 好, 什么意思呢, 其实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原理啊, 就是说, 我们小张啊, 当然, 我们不仅是小张啊, 我们只要啊, 一个人, 一个人把我们的这一段代码呀, 把它剪出来之后, 别人还能不能动, 别人还能不能剪出, 告诉我, 注意, 是不可以的, 注意啊, 这段代码被一个程序员, 切合号特之后, 别人是动不了了呢, 是不是啊, 被我们锁定了呀, 被人锁定了的, 好吗, 注意啊, 这地方你们可以记一下, 你们可以记一下, 这一段代码被一个程序员, 把它剪出之后, 这个代码段就被锁定了, 别人是剪出不了了的, 是动不了了的, 好吗, 好, 因此啊, 所以说, 一事是不可能的, 那么既然一事不可能, 那么D呢, A和D啊, 都不可能了, 好吗, A和D都错了, 好, 看我们的这个呀, C四五啊, 好, 四五, 好, 来, 四五呢, 说实话, 很对呀, 很对, 好, 然后呢, 又是一, 好, 来, 又啊, 有问题的呀, 是吧, 你小王把它剪出来了, 然后你把它修改了, 如果你不把它剪入进去的话, 别人也是动不了的, 也是动不了的, 所以说, 这个一是动不了的, 是不可能的, 因此谁也错了呀, 通过排除法呢, 当然就是B了呀, 我们来看看这个B呀, 看看, 当然是B, 好, 他说呀, 我们一呀, 这, 一, 我们先把它剪出, 到我们的开发库, 然后我们去修改, 我们去修改, 好吗, 好, 然后呢, 我们又剪出, 这个又剪出这个地方, 你看这, 那么这个U剪出在剪出什么呢, 剪出, 剪出什么呀, 剪出一个别的东西, 还是剪出什么呀, 其实我就很怀疑这个圆圈一, 这个什么意思, 然后这里呢, 这个呀, 圆圈四是个什么意思, 那你会发现呢, 这个圆圈四和这个圆圈一, 刚好是一样的, 一二三, 四五六, 这个四和这个四重复, 一和这个一重复, 是不是啊, 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呀, 一二三, 四五六的话, 就肯定对了呀, 好, 那么我们呢, 他既然这个选项呢, 我们这里有两个圆圈一样, 我们先把它剪出, 然后我们修改, 然后呢, 我们呢, 再去剪出一下, 这个剪出呢, 是剪出的什么呢, 我们能不能认为是别的, 另外一段代码呀, 我们觉得我可以认为是, 另外呀, 一段代码, 好吗, 我呢, 反正我把这段代码呀, 把它呢, 把它呀, 剪出来了之后, 把它修改了, 我再呢, 剪出另外一段代码, 然后呢, 再把它全部的更新上去, 就是这个一二一三, 后面的四五四六, 和前面的是一样的呢, 我先剪出, 然后修改, 然后呢, 再剪出, 然后再全部的剪入, 是不是啊, 一样的, 这个题目, 看不懂的就是, 有两个圆圈一, 有两个圆圈四, 好吗, 懂了没有啊, 如果说, 按照我们刚才解释的, 是另外一段代码弹, 这个地方, 或许可以理解, 可以接受, 好吗,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, ACD是肯定不对的, 好吗, 好, 通过排除法是选择B, 好, 那这样子吧, 这个题目呢, 说实话, 你们也没有必要很会, 总之一句话就是, 你把这个地方会就行了, 就行了, 好吗, 好, 行了呀, 好, 然后第三十三题, 关于配置基线的, 关于配置基线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基线是为了控制变化, 而领悟的概念, 这不挺对的吗, B, 基线中的配置项, 不能再被修改呢, 我们多次讲过, 当然可以修改, 只是说需要走变更的流程, 好吗, 好, C, 基线通常对应于, 埃华过程中的里程碑, 这也是正确的, 可以读一下, 新项目可以从基线上, 拉出独立的分支, 与原始项目的变更, 进行我们的隔离, 好, 也可以去读一下吧, 好, 然后第三十四题, 什么不属于配置控制过程的, 内容啊, 配置控制, 就应该是我们的变更的流程了, A, 标识和记录变更申请, B, 确定配置项, C, 批准与否决变更申请, D, 实现验证和发布, 已修改了配置项, 好吗, 配置控制, 我们题目都, 我们配置控制啊, 我们课本是说了的, 就是我们配置项的, 基线的变更控制, 是不是啊, 我们要有变更有关系的, 这个B, 与我们的变更没有关系啊, 好吗, 好, 当然这也是课本的原文内容啊, 第三十五题, 这个题目也应该是课本的原文内容, 是不是啊, 当然应该是选择什么呀, 嗯, 当然应该是B, 是不是啊, 是B啊, 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库啊, 这个产品库和我们的这个地方, 我们有什么区别啊, 产品库, 他没有说什么变更了, 是不是啊, 产品库呢, 他没有成了变更了, 你们可以去, 你们可以呢, 来这样子吧, 我们把题目书啊, 把题目书可以翻到啊, 499页, 好吗, 499页最下面了, 最下面, 这里有三个, 你看这, 我们的呀, 第三个产品库, 包含已发布使用的各种级线的存档, 是存档啊, 我们的受众库是什么呀, 包含当前的级线, 它上对级线的变更, 变更, 是不是啊, 还是有区别, 对不对, 好, 第三十六题啊, 三十六题, 发布管理和交付活动的主要任务, 没有什么呢, 要控制我们的发行和交付, 控制文档的发行和交付, 确定可交付什么的正确性, 什么妥善保存, 什么母拷贝, 我们发布管理与交付与我们这个正确性呢, 有没有关系啊, 这个正确性呢, 主要是我们的呀, 这个质量控制是不是, 是做质量控制的呀, 而且呢, 你这样分析一下是可以的, 另外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原文, 刚才我们说过的, 什么发布与管理这一块的内容, 你们看有没有正确性这一条, 应该是没有, 是不是, 是没有的呀, 我们发布管理与交付呢, 它主要也还是我们的配置管理这一块的内容, 因为我们的这个C呢, 还是是属于我们的质量控制的内容, 是不是, 好, OK, 来, 这些题目有问题的, 说一下题号和选项, 来, 这些题目有问题的, 说一下题号和选项, 快点, 有没有问题, 有没有问题, 那我过来呀, 好, 来过吧, 好, 第二十日题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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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, 你去看一看原文, 那我讲过了呀, 不是同一, 我们不应该在同一个地方啊, 对不对, 要分开呀, 要分开呀, 干嘛, 看我们的变更的呀, 变更好, 来, 第一题, 项目整体变更控制管理的流程是什么, 变更请求, 然后呢, 肯定不是A, 也肯定不是B, 应该是我们的C呀, 应该是C, 好吗, 好, 行的呀, 就是按照我们的课本的原文啊, 把那六步必须要背下来, 好吗, 好, 第二题, 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 一个未知风险发生影响到项目进度时, 需要进行整体的变更分析, 我们呢, 对进度有影响, 我们还要看一下, 对我们整个项目有没有影响, 应该是没问题的, B, 我们未经批准的变更请求, 不需要在变更日子中记录, 注意, 我们都需要记录, 都需要记录, 好吗, 好, C和D也可以读一下, 变更请求可以口头提出, 但需要与我们的书面形式做记录, 变更请求在CCB批准以后, 还有可能要得到客户或发起人的批准, 好, 这个D呢, 这句话呀, 真的是正确的呀, 为什么呢, 有可能我们这个发起人呢, 或者是我们的重要客户呢, 他不在我们的CCB里面, 好吗, 他不在, 好, 第三十七题, 变更影响分析由谁做呢, 当然是我们的项目经理, 为什么呢, 因为我们项目经理, 对我们的项目是最熟悉的, 这个变更对我们有什么影响, 我们最清楚, 最熟悉, 好吗, 好, 然后第四题, 好, 第四题不好意思, 这个地方, 这个地方PPT啊, PPT呢, 来, 这样子吧, 我们的翻, 来, 翻题目书, 来, 翻题目书, 来, 翻题目书, 翻题目书, 好, 来, 翻题目书, 在题目书517面了, 在题目书517面, 我这个客户这个图啊, 忘记画了呀, 看题目书517面了, 下图, 是变更控制管理流程图, 该流程图缺少什么, 那你看呢, 他有我们的提出变更申请, 有影响分析, 然后有审查批准, 然后呢, 看我们是不是批准, 如果说是, 就是实施变更, 最后结束, 然后呢, 否的话, 就是取消变更, 最后也是结束, 好, 那么我们的A, 评估影响记录, 好, 这个呢, A呢, 感觉一下子呢, 还排除不了, 好, B, 配置审计, 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, 与配置审计有什么联系吗, 变更定义, 需要你定义什么呀, 定义一下变更是什么意思, 是不是需要你, 需要你定义变更吗, 也不需要啊, 好, 反正那个题目B和C是肯定不对的, 好, 然后啊, 记录变更, 当然, 你们说我们是记录变更, 就是我们的变更日子, 是变更日子, 还是说是我们的评估影响的一个记录, 你们可说我选什么, 你们在平时有没有看到, 什么评估影响记录这个说法, 反而你们是平时见到过很多, 我们的变更日子这个词, 是不是啊, 对于变更, 我们需要做记录, 我们需要存档, 是不是啊, 因此啊, 当然了, 还是应该是我们的, D呀, 在我们的结束之后, 我们要加一个, 我们的变更的记录, 好吗, 好, 现在第五题, 一下关于项目整体变更控制过程的叙述中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好, 因为实施整体变更控制过程的目的, 是为了降低项目的风险, 这应该是挺对的, 实施整体变更控制过程, 贯穿项目的始终, 并且应用于项目的各个阶段, 应该也是正确的, 好, 谁啊, 错误的很明显呢, 我们应该是项目经理对我们的变更控制过程负责, 好, 会议也是工具, 好, 现在第六题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项目的任何干系人都可以提出变更请求, 好, 当然是正确的, B, 所有的变更请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记录, 当然是正确的, 好, 所有的变更请求必须交由CCB审批, 好, D, 客户也可以作为ACB的成员, 当然是正确的, 好, 这个答案是C, 答案是C呢, 有两个理由可以选择C, 第一个理由, 其实呢, 我们变更了, 有一个初审的呀, 其实我们的变更申请, 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审查, 什么意思呢, 就是说, 你现在提交了一个变更申请, 我们并不是马上做影响分析, 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审查, 看你这个变更申请呢, 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错误, 如果很明显错误啊, 就比如说, 缺少材料啊, 不全啊, 就重新去写, 好吗, 那么对于这一块呢, 就到不了CCB的手中了, 就直接让你打回去, 打回去, 打回去, 从这个重写来呀, 对不对, 好, 这是一个初审, 那么另外呢, 其实我们呢,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, 就是说呢, 我们是不是说, 任何变更, 都必须要我们的CCB来审批呢, 其实呢, 也不一定啦, 也不一定, 其实我们呢, 对于有一些变更呢, 它没有涉及我们的基线嘛, 如果说你不涉及我们的基线的话, 我们呢, 是可以, 没有我们的CCB来审查的, 因为我们的项目经理, 我们就可以审查了呀, 可以审查了, 好吗, 好, 那这样子, 大家其实可以把我们的题目书啊, 翻到我们的515页最下面啦, 把我们的题目书, 翻到我们的515页最下面, 那么有用说, 我们的变更初审有谁做, 是不是啊, 由我们的项目经理,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配置管理员, 他来做呀, 配置管理员来做, 或者是项目经理做, 好吗, 来, 在我们的515页这, 515页呀, 515页最下面啦, 515页最下面这, 其实我们加过一考量的第十个个, 变更的初审的目的, 好吗, 好, 当然了, 当然了, 其实你们也没有必要学这么深啦, 反正, 反正呢, 怎么说呢, 反正你只需要明白, 这个C呀, 不是说, 所有的呀, 不是说, 所有的变更都必须要, 由谁这笔审批, 这个话是错了, 就行了, 就行了, 至于具体的,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, 这个你可以不深究嘛, 可以不深究, 好不好, 好, 这个意思, 好不好, 好, 然后第十, 第七题呀, 第七题, 他说, 我们啦, 项目实施过程中, 用户的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, 例如提出新的需求, 针对此状况, 项目经理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, 这个题目啊, 应该来说选什么呢, 肯定不是A, 也肯定不是B, 好, 应该是选择我们的什么呀, 是C还是D呀, 应该是选择D, 这个D才是我们的走流程, 是不是啊, 看到变更就走流程了, 好, 第八题, 关于项目整体变更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好, 好, 这个题目呢, 答案就是D了呀, A, 我们贯穿与项目始终正确的, B, 任何人都可以提变更请求, C, 我们都需要纳入变更管理, D,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, 有两个理由, 是不是啊, 好, 那么第九题, 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, A, CCB的成员, 可能包含客户, 或项目经理的上级领导, 这个是正确的, B, 这个错了呀, 我们项目经理, 项目经理呢, 他可以是我们的成员之一, 但是他不是我们的组长的呀, 好, C呢,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, 注意啊, 是我们的可能, 所以是可能啊, 是可能, 确实是有, 确实啊, 是有可能的, 好吗, 好, 这个呢, D, 你看这个D呀, 我们啊, 针对可能影响, 项目目标的变更, 必须经过, CB的审批, 刚才我们不是说, 我们的什么, 对我们的极限有什么影响的吗, 我们需要经过CCB吗, 你看这, 这个D就应该是正确的, 是正确的, 是不是啊, 好, 然后第十题啊, 第十题这个题目选什么呢, 你们是选择C, 还是选择D呢, 说实话, 这个题目呢, 我并不是很会做, 好像按照课本的原文呢, 有D这么一个说法, 好像按照课本的原文, 有D这么一个说法呀, 是不是啊, 他说呀, 我们什么是真正具备批准权利的人, 应该是我们的投资人, 那这个投资人呢, 你既然单独的说投资人的话呢, 就表明这个投资人呢, 他不应该在, 比如说, 就说是这样子的, 是这样子的, 我这么个解释, 如果说投资人, 在我们的CCB里面, 这个题目你选择CCB是没问题的, 如果说我们投资人呢, 不在CCB里面, 这个题目就选择投资人, 是更加好的, 好吗, 投资人好不好, 这个题目呢, 反正算了吧, 算了吧, 算了呀, 你们选择D, 是可以的, 是可以的, 而且说实话, 我也比较想选择D呀, 和第十一题, 第十一题,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, 一名干系人, 确定了一个新的需求, 该需求对项目是否成功, 起到关键的作用, 项目经理接下来应该是干什么呢, 干什么呀, 应该就是我们的Race, 是不是啊, 走变更的流程, 是不是啊, 好, OK呀, 第十二题, 项目执行过程中, 客服要求对项目范围进行修改, 我们首先干什么呢, 首先应该也是选择A, 写变更请求, 对不对, 有变更, 走流程就对了呀, 好, 第十三题, 应该是什么呢, 好, 看看了, 变更请求, 然后肯定是要先有影响了, 评估影响, 同意同意, 然后肯定是执行了, 好, 当然是第二, 是不是第二, 好, 是第二, 好, 按照课本, 把那六步过程背下来, 好吗, 好, 第十四题, 关于变更申请的描述, 什么是不正确的, 好, A呀, 所有的变更申请, 必须要以书面形式记录, 说实话, 这个A呢, 对不对啊, 还不是很确定呢, 我先画个问号吧, 好, B, 我们呢, 更新正式受控的项目文件, 也要提交项目申请, 这个B肯定是很正确的, 是不是啊, 好, C, 我们项目经理, 接到变更申请, 首先应提交CCB, 进行我们的影响分析, 当然不就是, 当然不就是C了吗, 当然就是C了呀, 是我们谁做影响分析啊, 是我们项目经理做影响分析啊, 是不是啊, 好, OK啊, D, 每个变更申请, 都必须有一个人来批准或拒绝, 当然是正确的呀, 好吗, 好, 那么这个A呢, 这个A, 我刚才为什么打个问号啊, 是因为课本里面的原文是这样说的, 他说, 我们变更申请在开始呢, 可以是口头, 可以是书面, 可以是正式, 可以是非正式, 但是在后面都必须要是书面形式, 做记录, 是不是啊, 所以说呢, 这个A呢, 还是应该是正确的, 是不是啊, 必须要以书面形式做记录, 是正确的, 是不是啊, 好, 行, 把A正确呀, 好, 这个题目的错误就是C啊, 影响分析不应该是我们的CCB去做, 应该是我们项目经理去做我们的影响分析, 对不对, 好, 可以了, 哦, 题目没了呀, 好, 那这样子吧, 现在没有问题的下课, 有问题的稍微的问一下, 然后你们最近一定要把我们的考点反复的读, 反复的读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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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即将要进入我们案例分析的学习了呀, 好吗, 快点, 要认证读考点的呀, 快点, 快要, 我们上午一选一搞完, 就要进入案例分析的学习了, 好吗, 你们把考点是要反复的读的, 好, 现在有没有问题, 有问题的问一下, 没有问题下课, 考点在哪, 题目书啊, 看题目书啊, 题目书的目录是很, 我们拿了一本书, 还是必须先看目录啊, 目录还是很重要, 好吗, 后面有专门讲计算的课程安排吗, 怎么说呢, 我这么说吧, 这么说吧, 非常重要的计算体的课已经讲了, 那11次, 那11次视频, 好吗, 后面讲的内容, 没有我们前面11次那么重要, 也没有前面11次那么正式, 而且呢, 你必须要学那前面11次, 否则, 我们后面讲的计算体, 你更加不会了, 是哪管理都要做文档配置管理, 变更管理吗, 都要做, 都要做, 因为说是这样子的呀, 任何一个管理都可能会变更, 既然有变更, 就需要做文档配置, 好吗, 题目书目录先读再做真题, 我们反复读的是题目书目录, 什么意思, 什么目录啊, 读考点是考点的, 就是说你们需要读考点, 做真题, 做真题看考点, 是这样子的呀, 先读题目书的这个知识点, 然后做题目, 做哪题目之后, 再去读我们的知识点区啊, 这样子啊, 这样吧, 一句话吧, 就是题目书, 从头到尾都要认真看, 都要认真看, 好吗, 这样解释可以吧, 从头到尾都要认真看, 不要只是说看了题目, 做哪题目啊, 考点也是需要反复的看的, 反复的读的, 这个意思, 好不好, 好, 快点还有问题没有, 反正下来就下来, 那我下来的呀, 我下来的, 你们也下吧, 自己去巩固一下吧, 好不好, 嗯, 感谢观看